我們小S 徐熙蒂 那我們先讓媒體們拍個照 來 我們從左邊開始好了 來 左邊 看一下我們左邊喔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中間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右邊幫我們看一下 哇 超酷的姿勢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有沒有媒體大哥 還沒拍到 中間好 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們拍到開心 我們再開始好了 再回來一點點齁 再回來一點點 對對對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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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面面 小心弄 小心 請問攝影大哥們會遮到後面的背板嗎 不會不會 不會齁 好 謝謝 這件中間 這裡 好 這是一 幾將祖宗 等一下讓我們拍到 combat 非常ي 兩 三 好 左邊 好 左邊這邊 這謝謝 來 左邊左邊 左邊這邊 好 還有人要 好 中間中間 來 後面的媒體大哥都OK嗎 左邊這邊 好 我們倒數囉 5 4 來 正前方 3 2 1 好 讓我講一下話 我們要讓小S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體帶的設計 對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三隻大象 然後因為大家應該知道我個人非常喜歡大象 因為牠們是非常愛家 然後很會互相彼此照顧的動物 所以我很愛大象 然後這上面有三隻象 牠們是用線條呈現出來 然後這邊這隻象呢 你可以看到牠這邊有一個空洞 對 就是代表的好像有點缺憾 就是代表我們的韓式 需要幫助的韓式 對 然後這邊大象的旁邊有一隻小象 就是象徵了我們的單親媽媽 也是很需要幫忙的 然後這邊呢 就是國際巨星的簽名 然後就是說 我好想要這個簽名 對 然後兩隻象構成了一個人 就是人安基金會 就是我跟人安基金會 希望可以一起幫助韓式 韓式朋友 對 帶來happiness 就是帶來幸福 幸福與希望 是不是非常的完美的一個設計 沒錯 而且我現在沒有腦霧耶 講得這麼好 你太棒了 你太棒了 不愧是我的女神 對 這個東西是希望 是義賣 然後義賣的全部接了 就會幫助韓式 還有我們今天的韓式吃飽三食的活動 那這邊呢 我們想要邀請小兒子來幫我們這個背板來做個簽名 來 工作人員幫我遞上一下筆 你哪個角度 比較方便 這也要拍嗎 欸 我們先千萬再拍 千萬再拍好了 千萬再拍 非常非常的感謝小S 好 來 我們媒體來拍個照 需要我們移一下這個背板嗎 還是讓小S站這邊比較好拍 你要站這邊嗎 站這邊 這邊 站這邊比較好拍手 希望我們的小S呢 能夠跟我們的原來基金會一樣 為韓式朋友們帶來幸福 希望 快樂 還有愛 讓這份愛一直一直的延續下去 好 來 還有媒體嗎 那我開始來倒數囉 來 這一台 中間 中間 5 4 3 3 2 1 好 左邊 左邊 好 好 謝謝 這樣可以嗎 左邊嗎 左邊嗎 好 好 開始 好 那Sepa跟我們分享一下今天參加這麼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心情 心情非常開心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就是一個很喜歡做公益的人 就是我也常常在那個我自己的平台上面或是在節目上面講就是我們做公益的心情 然後仁安基金會是我一直長期關注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就是真的很用心的在幫助韓式 所以我就覺得今天這個活動一定要來 雖然現在還是咳嗽感覺有點嚇人 但是必須要那個就是出來那個呼籲大家一下 所以身體狀況還好嗎 身體已經漸漸變好了 因為有開始吃中藥調理 就是沒有像之前咳的那麼嚴重 但還是有點微咳 現在好像還有一些沙啞 有嗎 有 對啊 就是 是有一點啦 因為昨天不是睡得很好 哦 昨天失眠是不是 嗯 為什麼啊 對啊 好奇 好奇 對 哈哈 昨天失眠的原因講出來我覺得可能明天的標題就會變得很奇怪 反正就是可能就是就是昨天因為要錄節目 然後就是可能錄完節目的情緒還那個有點亢奮 然後就一時就有點睡不著 嗯 是心目中的男神光臨節目是不是 嗯 也沒有啊 不過接下來會有男神光臨節目 不跟你講 哈哈 本來就是來了 大家都會說 蛤 你們節目可以請到他 什麼這類的 好巧 是不是很好奇啊 哈哈 我到時候沒有沒有驚訝的話 哦 那就算啦 哈哈 那就代表我多想了 哈哈 昨天我說 需要三有確診 稍到四十幾度 他現在狀況還好嗎 哦 他確診已經是很很久之前的事 大概好像是半年前吧 他現在就是 他確診之後過了很久 我們不是還一起同台 參加一個那個我們代言的記者會 所以當時你們看到狀況應該是 非常的那個 硬朗吧 然後就是很 他大概 呃難過了三天之後就恢復到他原本的個性 就是可以開始頂嘴啊 然後就是 使喚媽媽什麼的 因為你當時說 你當時有 就是他 確診的時候 你有照顧他 然後後面還有變得比較孝順 感動 講一些感動的話 就是 我在旁邊照顧他的時候 他就有 覺得 我有感受到 他覺得說 媽媽在旁邊真的很好 因為我稍微一離開他 他就會說 媽媽 媽媽你要去哪什麼的 然後等到他恢復那個他的體力之後 又開始說 媽媽什麼什麼什麼 巴巴巴巴 然後我就會又開始跟他吵架 然後每次就是吵到太兇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看你女兒怎麼這麼欠揍 他就會說 寶貝 你要知道你當時確診的時候 是媽媽在旁邊心情的照顧你 也不擔心自己會不會被那個傳染 然後就說 那他本來就是我媽 不然誰要照顧我 我想說 哎呀 當時那個淚是不是白流了 不過還好啦 我覺得他就是 看到他恢復那個健康 然後可以這樣子 我就想說 那總比他病奄奄的好 他最近不在拚要賣票了 他應該心情滿興奮的 你知道嗎 不在拚要賣票了 有 他一直一直逼問我說 媽媽你可以買得到票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說我並 因為他覺得好像 只要是明星 就可以買到明星的票 然後我說我真的不確定 他說 你去問那個啊 你那個什麼 雙部啊 我說 問的是雙部 也不見得會買得到票啊 他說 他不是韓國人嗎 我說 也不是說韓國人 就一定買得到韓國人的票 他說 他不是 在韓國很紅 我說 OK 我可以禮貌性的問他一下 但是你們不要抱太大 他的期望 所以我就有問一下胸部 然後他就有說 好他會盡量看看 可是女兒們就是 舞步已經全部練好了 許好三已經會跳 他們現在那個最紅的你知道 那個那個 就整套的 所以他應該就想要敘事待發 在演唱會上面 跟他們一起熱舞 所以你應該會一起去吧 如果真的買到票 因為好像是在高雄嘛 對啊 所以就一定要有媽媽陪啊 所以我如果買到票的話 我就一定會陪他們三個去 因為三個女兒都很喜歡他們 嗯 所以會一直在搖滾區那邊 跟他們一起跳舞這樣 不知道買不買得到搖滾區耶 是站著的喔 我不知道 反正現在就是一直到處想說 哪裡可以有管到買票 然後買到的話 我想說不管什麼區就是 他們如果還敢勾 然後我在那邊洛莉巴梭 我真的會撩狗耶 就是看到Blackpink 就已經很不錯了吧 所以如果我去的話 因為我不是愛看演唱會的人 可是我是屬於那種 一到現場就一定要嗨 因為我就去演唱會 然後在那邊就很冷靜 就是被歌手看到他們會很受傷 雖然他們可能看不到我 可是我還是覺得要投入一點 阿姨姐那你最近已經有秀一段 所以是他們有教你嗎 不是因為許好三 一天到晚在我面前就是放音樂 然後因為他就要用我的手機放音樂 用他的手機錄影 所以就導致我必須就在旁邊 就是等他要拍完 所以我就一直看他一直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從前面這樣一段 然後就是看完之後 他就說OK好 然後手機還我 然後他說媽媽你再切我一下 就是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就變成已經可以跳到那個 很後面了什麼 還在等 所以就連我要把別人看都已經會了 可是這次代言好像就是有船船 有那個綁帽的商品 對 可是好像那個天后版妹好像已經立刻做出澄清了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買到那個 綁帽的東西 那次結婚要不要再呼籲一下 對就是一定是要買天后版妹的 如果是其他的真的不要買 因為畢竟那個是給小朋友吃的益生菌 是吃到肚子裡面的真的是要那個 一定要安全最重要 那當然有提到胸部啊 因為前幾天那個維東哥有po出就是一家人有聚會的 這個照片 完蛋了 我怎麼覺得我每次都 任何活動都在趁胸部的熱度 對啊 他po出照片怎麼樣 然後我想問一下 那是不是現在那個胸部跟那個媽媽這邊也已經 關係還不錯 關係非常好啊 雖然我媽現在也只會一句韓文就是other 就是兒子 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出來他講那個other的時候 那個情緒有多濃 因為就是你就是說other就好 他一定要說 other 我說媽媽你會不會dur太長啊 就還dur一個長 dur一個長 每次我都會說媽你dur的太誇張了 可是我就覺得他好像很enjoy在喊 這個 這句話 那四肢胸部有做什麼舉動有讓S媽就是融化 或是打動他的心 我覺得就是每一天的觀察 然後還有他陪伴我姐姐的那種體貼跟用心 就讓我媽覺得 喔 就是女兒幸福啊 他就覺得他就是一個好男人 嗯 那之前那個網上就是有流傳出大S懷孕的那個新聞 會不會覺得很荒謬啊 超荒謬的啊 他怎麼可能再生 他生第二胎的時候都已經是用命換來的 他接下來就是應該好好就是享受他的人生 那之前像那個Mike之前 有沒有也做一些行為 是讓S媽也是覺得說 喔很不錯 相兄部類似的舉動 因為我媽很容易洗心研究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畢竟現在那個在熱頭上的就是那個other啊 所以他就是每天other來other去的 然後Mike就是除非是我媽生日啊 或者是有什麼聚會 送啊 我媽很喜歡喝的威士忌 他就會說 哎呀Mike 怎麼每次都送我那麼好的酒 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是很偶爾會這樣 但是因為other比較常那個出現在他們周遭 因為他們住的比較近 所以現在就S媽也是完全都變是好朋友 完全就是一家親啊 就是和樂融融很歡樂 嗯 那我們講到Mike 因為前陣子家境我的女兒就是穿的比較少 是比較好奇 Mike會不會對你三個女兒的穿著上會有一些規定之類的 就是因為現在小孩都很流行穿那個露肚裝嘛 我個人是覺得趁他們現在那個還有小蠻腰的時候 露一點是無所謂 可是有一次我們要那個不知道去哪一國玩 然後我二女兒就穿了就是有一點小露肚皮的那個服裝 然後一走出來我老公看到就說 你穿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有需要這麼誇張嗎 他說 他說你給我摘起來 然後我就說 Baby那個現在就是一種流行 而且又沒有露到哪裡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而且你剛才那樣凶他 女兒很容易就會漸漸開始疏遠 然後他就很怕這件事發生 所以後來到了機場之後他就說 爸爸不是說不讓你穿吧 只是說就是怕你著涼 等到我們到那個 我們要去的地方好像是很熱的地方 他說你現在在機場先穿個外套 到那個當地的時候 熱的話你再脫掉 爸爸是沒有關係的 他說還是很怕女兒會那個疏遠他 所以他來講是比較像女兒傻瓜 還是比較像炎夫 都有 就比較平和 對 就是他如果兇完之後 然後被我講一下說 完蛋了 因為女兒已經就是比較愛我了 你還兇他們 他就說 蛤 就會立刻隔天就會說 誰要吃雞湯麵啊 還是牛肉麵啊 爸爸來煮喔 什麼什麼的 就是他最後一直自己找平衡 所以女兒會比較分離比較好 然後會比較怕他 我覺得所有的小孩好像都比較愛媽媽吧 這應該就是 還是說是我在幻想 但是我三個女兒真的是愛我愛到不行 然後他們是很尊敬爸爸 還有一些覺得 某些事情是只有爸爸可以處理 譬如說電腦壞掉啦 或者是手機螢幕突然黑掉啊 這種他們就會主動找爸爸 但是平常分享心智的話是找我 還有印表機 印不出來 就會找爸爸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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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